哈喽,大家好,狮子座的朋友,现在我们来抽牌,来测年底12月时候的一个能量,看看狮子座的大众占卜,看我这个占卜视频的大众占卜,你们所共同集合的能量是怎么样呢? 这是魔术师耶,不错啊,那我先塔罗牌先抽一张,然后再看底牌哦,都看正牌 哦,这个是魔术师跟教皇牌,那因为之前的那个狮子座,我都抽到牌不是很好,所以我这回我用这个勇者无惧 来给大家抽牌,希望集一点勇者无惧的那种很强烈的狮子王的一个气息 这样子呢,我才比较不会对不起狮子座的朋友 教皇牌,魔术师,还有勇者无惧的扑克牌,看是什么样的能量哦 这个是金光布袋系的 嗯,圣杯三 可能年底的狮子座会有很多交朋友的机会 可是,呃,你不会说 呃,在交友上会有什么出格的举动 不会,因为你还是很传统的 你还是非常,呃,一般交移的状态的 那就这几张 这里的宝剑二 权杖三 权杖二 还有钱币皇后耶 嗯,我们再多抽几张看看 你看 狮子座年底的排面感觉上比起之前的排面都更好 好太多啦,舒服太多啦 嗯,这个是钱币试者 哇,圣杯十耶,好排耶 虽然刚拿出来是反排,但是我就不解反排了 尽量还是乐观正向了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占卜嘛 如果我们的占卜都是伤心的悲观的 那就实在是太让人家伤感了 占卜的未来不是一定的 但是趋吉避凶的目标是大家渴望的 哇,圣杯十耶,太棒了 这两张要放前面 你抽到了两个圣杯十耶 嗯 好的,我觉得狮子座 如果你自己的狮子座就是在精心的话 像我自己就是精心是狮子座 那几乎就是非常好了 就是年底就是感情会很顺利 然后即便分手断联的都会回来复合回来找你 而且这是他对方努力了很久之后达到的一个成果哦 很难得的,非常非常难得的 啊,这些我们再一张张看 钱币六,钱币七 嗯,就是他努力了很久 评估了很久 而且你也给他很多正向的回馈 所以他才会决定回来找你 而且他这回是比较义无反顾的 或者他看中了你义无反顾的那种气质 所以就决定说 那就跟你继续走下去看看吧 我刚感应到的感觉到都是爱情的能量 而且两个钱币皇后耶 只要是重复的 重复的牌卡就是它是能量就是加权加成的 那绝对就是可以非常值得参考的 两个圣杯时,两个钱币皇后 年底女性的事做,你们的爱情一定就是长红的 无论如何一定是爱情的好的一个正向的状态 就是他会回来找你 而且他是很有意愿跟你长久发展的 之前的那种比较伤感的事情都过去 而且他很努力把自己打造成一位钱币国王耶 哇,真的年底是好牌 是魔术师跟教皇牌 再加上魔术师跟教皇牌的话 其实这会是一个可以走入婚姻的爱情哦 这个是钱币五 可能他之前就是比较穷啊 或者是很多东西他都很悲观 所以他才没有跟你走下去 可是他年底的时候很像很多困难 他都很努力突破了 所以就回来找你 然后跟你继续走下去 我看到的感觉有可能是这样 那如果你是男性的狮子座呢 你这个权杖酒的底牌 就是你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 一直不断去跟这个世界战斗的这个过程呢 在年底我觉得他是没有那么有压力的 他是可以胜利的 比起先前的那个比较富项的感觉 我觉得你这回会胜利 因为你有钱币国王啊 你还有教皇牌啊 而且教皇牌几乎还有个意思就是有贵人 那你为什么会有贵人 因为你之前有去帮助别人 而且你之前很努力 再加上可能你身边也有一个女性的贵人吧 而且她是一个很傻劲的女性 所以这个女性的贵人 她也是一个魔术师的能量 所以她就帮助你 帮助你不断地往前走 我觉得男性的牌卡是这样 那女性的我刚刚 女性戏子座我刚刚讲过了 就是情感上是场红的 因为两个圣杯石 男性的情感也是不错啊 那为什么我特别强调 狮子座的女性更好呢 因为狮子座的女性 她有两个钱币皇后 两个钱币皇后就是 她的她的富饶 她的富足 她的那种温暖宽厚 吸引到了她的对象 然后让那个对象跟她一起往前走 所以才会回来找她 才会两张圣杯石 我所看到的牌卡是这样 那我们再继续抽牌哦 因为这一个 之前实在把试着座牌面 抽到太不好了 我实在真的很对不起试着座了 我要重新抽一些好牌 这个放着看一下 圣杯六 圣杯六就是也是情感上 两小无猜的好牌 这个很配合圣杯石 哇 这一个是圣杯王牌耶 狮子座年底感情总 虽然顺利一点咯 这个是圣杯四 可能有一部分的 仅有少数的狮子座 它还没有办法 达到情感上面的圆满 就是如果是你是这个部分的话 你就是其实几乎平时都 只顾你自己其他事都不太管的 那难免啊 因为你都没有跟别人交流 别人怎么去疼爱你 那是不可能的 这个是保健适者 保健适者就是某一部分的狮子座 你的想法比较空想的那个部分 你可能比较知道要怎么样去应对 为什么狮子座之前的能量就是没有那么好 因为我觉得空想的力量太多了 尤其是四字座的男性就是就想可是都没有做啊 还有一个钱必三对没错 还有一个权杖吧 对就是你比较 你在事业上你比较不会空想乱想了 不会说只思考而不做事 而且会懂得去团队合作 而且会知道要很迅速的把一件事快点搞定 这样才可以少麻烦 就是比较有效率啦 之前就是 狮子座我相信那个感情排面跟事业排面都有强烈的拖延症 都很没有效率 可是现在我觉得不会了 完全不会有这种感觉 只有少部分 比如说你的 只有少部分 比如说生日有四号或十四号的狮子座 你才会变成一个比较保守的能量 如果你生日没有四号或十四号 我觉得还好 只有这些人他会稍微运势会比较保守 不然其他都是比较成红的 咱们再来看这个底牌哦 这个是宝剑启士 确实狮子座年底的时候比较能够过关斩将 就是很顺 顺利很多啊 之前就是有太多太多的不顺 让自己觉得说 哎呦为什么老是这个样子 就觉得 很多事情都没有 没有办法很顺畅 现在顺畅多了 可是切记 切记没有耐心 切记没有耐心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尤其是感情上 如果就算年底 他还没有来 那你也不要再去强求 但是他就算没有来 我觉得他的心也在你这儿 只是他的姻缘一时之间还没有到啊 要等待姻缘到 不要强求 我强求是是心急会吃筋弄破瓦的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的 这是真的没有必要这个样子啊 这样子就是会糟蹋了 不需要不要糟蹋了自己的 好不容易累积起来的福分 尤其是女性 在年底的时候 无论爱情有没有来 但我觉得 你年底的时候 试着做的爱情 尤其你的精心在试着做 因为爱情是精心嘛 太阳上升也可以参考 尤其你精心在试着做的话 年底的爱情应该是会不错的 而且你的职业做得越好 你的家里顾得越好 就是你把你自己打理的 越知信越自立越成熟的话 把自己打扮的越来越好的话 你的爱情就会越来越好 千古不变的法则 女孩子就是要知信 自立成熟体贴 然后很勤劳 然后自己也把自己整理的很好 只有蓝绿呢 没有丑女人 就可以让自己越来越好 无论有没有人爱 我们都要自爱 就是你把你自己过得越富裕 年底女性诗子座 尤其精心诗子座 你把你自己过得越富裕越好 你的爱情就会越好 你的事业跟你的爱情 是正相关的 但是如果你不自爱 越来越消沉的话 那就不会好 就是这个样子 大意识这个感觉 年底应该是 对于诗子座来说 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有愚者牌 还有魔术师 这个都是新的开始 就新的恋爱开始交往 甚至有人会跟你求婚 甚至你会去跟别人求婚 如果你是男性的话 然后女性可能 你把你自己改变了 你就会有新的恋情 甚至有人会开始新婚生活 总之 它是一个非常正向的 一部分的感觉 那有一部分的人 即便新的还没有来 旧的那一部分也已经死去了 一切都过去了 就不要害怕 事情终结 激烈变化 那些跟过去告别 那些事情不好的 通通都过去了 一切重来 绝对会好的 因为这是两个圣碑石 扑克牌的圣碑石 塔罗牌的圣碑石 然后两个前辟皇后 所以绝对至少女性的 太阳上升 月亮晶晶 狮子座的女性年底 是非常好的 圣碑石 圣碑石是非常好的一个能量 圣碑石就是 一切都很棒 事情顺利的进行 生活平静的度过 恋爱 人际关系 学业 事业都生活顺利 然后自己也很 peaceful 非常的平静 心情平静 家庭关系 人际关系 朋友关系都很良好 帮你的兴趣 也培养得很好 这个就是圣碑石的能量 把自个儿过好 年底就越好运 这个就是十字座 特别是女性 男性就是不要空想 要团队合作 要搞定事情 快很准 不要偷偷拉拉 这个就是 视作的男性 所要展现的一个部分 因为勇者无拒 狮子王本来就很快的 你偷偷拉拉 那就不是狮子王了 你的生日里面 有二或三数字的 男性的狮子座的话 你对你的前途的愿景 就必须把自己眼前的 那个障碍给摘掉 不要再对于某些 很重要的问题视而不见 之前你的运势之水会差 我觉得是因为你都只有空想 然后不愿意承认说 自己在跟别人合作 跟别人一起努力的 这个部分 有一些小小的障碍 所以你什么都自己扛 你什么都自己扛 到最后结果就很累 很累的结果 人家也未必会感谢你哦 可是呢 也多亏了你都自己扛 所以在施与寿 就是因为有舍有得嘛 在不断累积的 努力的过程当中 人家就帮了你 人家就帮了你了之后 你就成为一个 很棒的钱币国王 然后又有一些 名理的贵人 愿意去协助你 所以你才越来越好 可是还是要注重 团队的交易合作 这才是对你有利的 如果你又刚好是一位 年纪比较轻的男性 更是这样 如果你是比较老成的 其实还好 但如果你的年纪很轻 就是20多岁的 狮子座的男性 就更要注意 人和这个部分 我所看到的是这样 好了 那今天的占卜 就到这里咯 希望能够对大家 有所帮助咯 希望大家 年底一切顺利 喜欢的话 请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你们的支持 就是我继续努力的动力 感谢大家 拜拜咯 感谢大家